本节目由牛拜网赞助播出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昨天参议院通过了一个1.7兆元的2023年度 就是财政年度的开支法案 那么当然媒体当中报道很多的都是报道一些大的东西 什么包括援助乌克兰的450亿元 然后各种各样的军费又是什么8000多亿等等 但是实际上里边民众我们的听众你我所关心的东西 有一些东西是在媒体当中没有太多报道的 所以今天我们拿出来因为这些东西反而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和我们的这个生活和我们的平常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东西稍微总结一下 就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因为这个1.7兆美元的这个计划 一共有多少页呢4153页 我看媒体报道是说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所有的议员当中 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把这个读下来 原因是他东西太多了 所以没办法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助手 把自己的那部分负责的那部分 把自己的和自己的比如说你是哪个区选出来的 在你的这个区域里头 在这个法案里头可能有哪些涉及到的一些内容呢 可能给他们做一些简报 然后就进行批准了 就要进行表决了 昨天参议院是通过了 今天呢众议院可能也会通过 因为今天晚上12点钟是一个截止日期 如果通不过的话 那下个星期联邦政府因为没钱没有预算啊 就要关门了 所以呢现在看上去呢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是不会通不过的 因为在这个投票表决之前 两党对这个草案呢 已经不知道讨论了多少次来来回回进行修改 在昨天参议院通过之前 已经修改了一百多个条款了 那么众议院当中呢 可能也会提出一部分的修改 但是最终还是会通过 由拜登总统今天晚上签字之后呢 就要生效了 对我们说的是联邦的拨款 或者是叫开支极政策法案 就是这里面呢还涉及到一些政策 而那些政策呢可能并没有金钱的投入 比如说全面禁止在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内使用TikTok 对吧 这就是一个政策 还有一些关于移民方面的政策等等 这些呢有的时候未必直接要求政府拨款 但是呢它都写在这里面 那么我们既然说是财政年度呢 它就不是我们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这个呢是到明年9月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不计算吧 就把这个拨款呢 变成这么一个长达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联邦政府 这个钱怎么花 刚才说既然是4153页 我看到是55页 既然是4000多页呢 你就可以想象它含怪的东西多多了 我就随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对于怀孕的妇女在职的不得歧视 这个写在里头了 比如那这种歧视就是你比如说你 多长时间给保证你有多少嫁呀 对不对 你的工作不能因此就受到损失啊 回来也不得 你的工作被别人给拿了等等 从这个 包括呢 有一些议员呢 他在拨款的时候 那当然是给自己的那个去多拨点啊 对不对 这种呢就是彻底的禁止 不能说只照顾你那个去的选民 这个也写在这个里面了 乌克兰的这个写在里面了 抖音的那个写在里面了 还有就是说 关于联邦政府啊 他在什么医疗方面呢 这个国防方面呢 退休啊等等 好那么这些呢 都是至关重要的 其中呢有一个要跟大家去讲一下 就是这个呢 差一点卡住 这个就是在川普做总统的时候呢 他对于边界 尤其是美墨边界呢 非法移民的处理的问题 他当时陷于疫情当中呢 他就赶紧的 在这个时候推出了一个叫Title 42 是不是翻译成第42条款呢 大概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第42条款呢 就是说 我凡是在这拦截的非法移民 当然有一些可能是符合美国的叫做政治庇护条款的 过去 只要你符合这个呢 你先进来 我先把你看着 然后呢 放在一个什么地方 然后慢慢的开始这个程序 现在呢 在疫情期间 川普那个时候来了一个叫做第42条款 就是你先别进来 你在墨西哥待着 这个就是那42条款呢 中间啊 早都快过期的时候 就有人提出来 但是提出来 最后呢 最高法院说 不行 你们国会没讨论好了以后呢 那这个就继续 尽管它已经过去了 所以 它现在是处在一个过期的状态 但是由最高法院的裁决 说继续 就是这些人继续留在墨西哥 不能够进来 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这一次呢 共和党提出来 你得给我延 把这个 尽管现在疫情好像有些缓解 能你给我继续的延迟下去 所以 民众一开始不同意 来来往往 来来往往 最后呢 达成协议 好了好了 放进来吧 继续跟你延迟 然后其他的那些 我的这个 什么 照顾退休的人 那一些 你也给我答应了 那么这个就完成了 对 作为一些妥协吧 作为条件 来答应了 好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 因为在这个开支法案当中呢 据说这个是15年来 最大的一次 有关于退休 关于退休方面的 退休的拨款 退休的基金啊 它的一些政策的改革 这个呢 可能涉及到 现在还上班 还没有退休的 所有的人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 这个是主要针对的是 叫做中低收入的人 所谓中低收入 它的那个 那条线 划在年薪 在71,000块钱以下 就属于叫做中低收入 就可以享受一些待遇了 那我们就看一看 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具体情况是这样子 从2025年开始 大部分的公司 要给员工提供 长期的退休计划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401K 因为现在呢 有很多公司 它不给员工提供401K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是从2025年开始呢 大部分的公司 都要给员工提供这个东西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允许员工 把自己薪水的3%到10% 存入到自己的这个退休账户当中去 等你那个退休了以后使用 因为这些钱 3% 不管你是3%还是10% 存入到你的退休账户401K里边的 这些钱呢 你是在当年不用交税的 他们里面有一天我不太明白啊 他说不许超过15% 是吧 对 你这说了3%到10%了 怎么叫不许超过11%也不行啊 不 他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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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30岁的时候 比如说啊 或者是20岁 25岁 你开始设立了你的这个401K了嘛 对 他是3%到10% 你从最多是10% 但是他说每工作一年 你增加一 也就是说你工作 你到了第二年 你可以到11%了 你如果存的话 到第二第三年12% 一直到15% 他的意思就是到了15%呢 我就不能让你再多了 因为再多影响到联邦的税收了 大家都把钱存进去 我今年我这个税就减少了 你的那个可报的那个税 adjustable的那个税就减少了 说实话如果夫妻两个人都工作的话 有的人可以把50%都存进去 对对对 我不设这个钱嘛 对你如果不设那个上限的话 他说我存到什么地方 我最好就是刚好不用报税的那个 那不是政府就吃亏了 他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呢 就是他最好的理想的状态 他是说希望一个人存10%到15%之间 不要超过15% 但是也别低于10% 可见政府就是对以后的这个退休人员啊 如果家里自己没有一点存款的话 那政府管不了你了 政府对那个social security的那个钱 能不能够保障退休以后人的生活 他是存在疑问的 嗯对 那么接下来这个大了这件事 你刚才说的那个7万1千块钱的年薪嘛 对不对 如果你是7万1或者差一点不到7万1的话呢 现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做退休基金的补贴啊 对 这个补贴呢是每2000块钱补贴50% 那就是1000啊 对不对 就是你放2000 我再给你1000 这不是3000了吗 对 是不是这意思啊 这是政府的最多的啊 maximum 这个是联邦政府补的 对不对 这不是你的公司的老板补的 就等于是每年联邦政府给你1000块钱的奖金啊 这个条件是你放2000 对 必须至少放2000 你放1000就不给你500吗 就这意思吗 就是他为什么说这个2000呢 就是2000是个上限了 对 你30005000他人家也只给你1000 对 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都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这个呀 当然没有 对呀 这不是等于 送你钱啊 对对 因为我钱比较多所以不太在乎 没有 这开玩笑 我说这不等于联邦政府把钱送给你了吗 对 这不就是这么大的一件事啊 所以这不得了哈 而且你在这个公司工作的年头越长 你越年轻啊 对不对 你是不是拿的越多呢 你就差两年就退休了 那也就没办法 但是你是30来岁的话 那你就能拿到很多钱 还有就是雇主给你的 就或者是他也不叫补贴了 就是雇主给你的一个额外的 一个额外的这么一笔啊 符合你的这个退休的这个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项目 而且直接关系到员工 当然这个限决条件就是你是一个员工啊 那没办法 你必须得在一个地方上班嘛 对不对 那么稍等会咱们再看看 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那些条款 欢迎据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 即将要通过的一个开支法案 他们可能对这个401K的退休计划 做出了15年来最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这个可能会影响到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 所以需要了解一下 刚才说过了7万1千块钱是属于那个坎儿 超过7万1千块钱收入的话 那这些所有的信息呢 对你是没有 就是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 那很多人说我宁愿要不要 要超过7万 那当然了 那没有实质改变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 年薪还没有到7万1 那这个就对你有点改变了 刚才说的就是 那个1千块钱的政府直接就给你 放到你的401K的账户上了 如果你符合条件 而且你的这个存进去的钱 至少是两千块钱的话 那他就给你一千块钱 所以呢 这个呢 原来政府也有一些 这个就是补助方案的 但是呢 补助方案不是给你现金 而是在税务方面 给你一千块钱的减免 可是问题呢 有人反映说是 有一些低收入的人啊 他那个收入已经低到 不用报税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税务减免对这些人 没任何的意义 他本来就不报税 他怎么减 抵回那一千块钱呢 所以现在就 而这些人刚刚好是 最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政府想出来说 那我就给你一千块钱的现金 这样做有一个好处 大家为了得到这个一千块钱的 政府的补助现金啊 他们会 就是强迫自己 存点钱 进入到这个40K里面去 那这个至少是对 以后他们退休来说 是有好处的 对他们有好处 对国家有好处 要不然国家那个退休基金不够啊 对不对 老是靠这个 social security什么之类的 好这个 另外一个真的是触目惊心啊 这一次的这个法案一出了 我们才看到原来 在美国有将近一半的人的存款没有400块 吓死人啊 对 我再说一次 有将近50%的美国人 他的银行的存款没有到400美元 这个400美元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要把这400美元 在国会把这个给摘出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叫做应急之用 谁没有应急啊 对不对 平常都是一切都是正常的运作 那当然没事 但是有点急事 临时需要钱了 没有 拿不出400块钱 拿不出400块钱来 这个事怎么办 这一次的4000多页的法案里面是这么说的 就要求雇主 这个又强调 你必须得是有工作 这有雇主 没有雇主呢 这条跟你也没关系 就是在紧急情况之下呢 可以给你开一个叫做存款的账户 哪怕是一个月 据说一个月都管用 都能够救急 这个临时开的这个存款的这个账户呢 雇主给你最多贴3% 也就是说他给你钱 不就这意思吗 给3%而已 对啊 他给你贴3% 然后这个3%呢 那你不能说一直往上涨吗 他有个2500块钱的上限 是不是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或者不是2500块钱 我再说一下 是这个存款的 他是这样子 他就是说 他说呢 这个存款呢 这个saving account呢 是和你的401k计划连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存在401k里头以后呢 你这个钱啊 不是随便可以当你的银行账户啊 我需要就提出来 不行的 因为他就是免费 我提我罚你 罚就是10%的这个税啊 就是交税 所以呢 他在这里边呢 有两点改变 第一点呢 就是说 你碰到一个紧急情况的时候 你可以从你的401k的这个账户里边 提取钱来应付 应急 但是一年只能提一次 而且这一次要还回去 也就是说 我应急 过了这个 您急过了以后 您从里头借了多少钱出来以后 你再还回去 这个是允许的 那第二年你还可以再用一次 这个是紧急用款 如果你不还回去的话 对不起 三年之内不许再免费的提了 就是如果再要提的话 那就要有惩罚了 惩罚就是10%的这个交税 对 那有人说我干嘛提啊 我的存款是吧 对 这就是回到刚才那 就是谁都有点急事啊 我那个时候 我明明我又比钱在这 没错 我干嘛借钱呢 我就先提呗 对 那么现在法律规定以后呢 就是公司可以给一个员工 设一个401k的这个账户 同时又设一个saving account 两个是绑在一起的 那么有一些钱 你就放在银行的这个saving account 就是储蓄账户里边 比如说刚才说的400块钱 或者一个月的薪水在里边 但是这个钱超过2500块钱的话 它就是上限就是2500 然后超过2500那部分呢 它就自动的转到你的401k的账户里边去了 对 就是这么一个事 然后他在老板再给你补3% 对吧 这个里面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有人说了 什么医疗保险呢 带薪的假期啊 什么401k啊 这不都是叫所谓的全职员工吗 是吧 这个也是啊 很多公司有我们叫做part time 兼职的员工呢 上述哪个都没有 叫做带薪假期 医疗保险和这个401k的退休计划 但是请注意一下法律 现在的法律 还不是说刚刚通过 或者即将通过的这个 现存的法律是说 如果一个兼职的员工呢 在一个公司工作一年呢 超过1000个小时 或者连续工作三年 每年超过500个小时 对不对 这是现在的法律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有一个401k的退休的储蓄账户 这个是公司给你建立这么一个 但是现在的国会通过的这个呢 是说减了 把你那个连续工作三年呢 变成了连续工作两年了 对 这个对于兼职的人是有大大的帮助 对 但是连续工作两年 你必须每年工作的小时 超过500小时 这个就有401k的这个计划了 你想啊 一年365天 把礼拜六礼拜天减掉220天嘛 那么就等于一天工作过 两个小时呗 那就是说52个52星期 你每个星期可能你就算吧 每个星期大概工作个10个小时 那这样的话就超过500小时了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那那什么公司可以不提供给员工这个401k呢 他有这么几个条件 一个就是10个人以下的公司 一个呢是开业不到三年 新开张的一个公司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是这个宗教的那种 慈善机构啊什么的 那这些呢是可以豁免的 就是说这些人呢 这些公司呢 它是可以不提供401k的 大概是情况就是这样 原来呢是说401k啊 你到72岁的时候必须全部拿走了 全部提出来 那这时候你该交税的就要补税 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现在这个国会发现说 现在的社会现实是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了 所以呢现在又改了 以前72岁你必须全部拿出来 然后不能把你有很多人说 我现在用不到 我这笔钱我就留给我的孩子吧 作为遗产 那这样就可以不要交税了 对吧对 现在是不行了 不能这么做 它就是让你72岁必须领出来 现在呢又把这个时间推后了 也就是说随着人的寿命的延长 它说到2023年 这2023年就是明年了 明年你可以延长到73岁 你到73岁必须拿出来 73岁之前你还可以放在里头 然后呢到2033年的时候 这一过就是10年以后 推迟到75岁 75岁以后 你75岁的那个生日那天 你才可以 你就可以必须要全部拿出来 这种说实话都是说给不需要钱的人的 对不对 就是什么人有钱放在不拿呀 对不对 那肯定这是不需要这个钱的人 所以这个呢是适用那批人 不过既然说到不需要钱的人 咱们再说一下需要钱的人 这一点也至关重要 尤其是我们华人叫做红蓝白卡的那个白卡 对 这个得说一下 尤其是呢 这个疫情期间呢 美国政府有一个强烈的一个 对州政府的一个规定 就是你知道很多人失业嘛 我们的疫情 我骤然之间变成了低收入了 就拿白卡了 那么我拿白卡的这个人数啊 就骤增了 然后联邦政府说 州政府不得将这些人踢出去 就这些申请人啊 因为他们是低收入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对于拿白卡的人 这一次稍微有点 应该算是坏消息吧 因为他是说了 从4月1号就是秋天呢 春天开始 他把这个权利还给州政府了 就是你州政府啊 可以往外踢了 你要重新审查那些申请白卡的人 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提出 因为有的人已经找到工作了嘛 对不对 已经有收入了等等等等 这样呢会影响将近30%的人啊 会被踢出去 这个就是当时 这个好像是1500万人 1500万人将失去那个白卡的资格 对 那失去白卡资格 他们说基本上 你就只好去买那个叫做奥巴马care 这个全民健保 当然这个也要看各个州 你要在加州 当然是有 有一些州是没有这个 没有奥巴马care 那你就没有办法 就只好看在自己的州里边 在那个保险平台上头 医疗保险平台 你再看符合什么条件 就买什么保险 所以这个是一个坏消息 所谓坏消息就是 原来你在那个公共卫生事件 突发的事件的时候呢 你是可以保在里头 尽管你已经超过人家的条件了 但是他不能把你赶出去 但是明年4月1号 这是个期限 如果你收到了 人家让你续保的这个通知的话 您看看如果符合条件 你千万不要不填 你好像觉得没关系 我不填 他也不能把我踢出去 你赶快的要填 你不填的话 他真的就把你踢出去了